欢迎来到我们的香港简报、粤语版、节目 今天的新闻真的很丰富 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消息 首先,香港演员泰保获得纽约亚洲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他由成龙的特技人一路走到今天的影帝 真是充满了戏剧性和泥滋故事 他在过去的电影生涯中参演了超过250部电影 角色多变,真是很厉害呀 现在他还继续和新进导演合作 享受着新鲜的拍摄视角 接着来,日本的公司治理改革成为了东亚地区的榜样 尤其是在董事会独立性和多样性方面做出了重大改进 相比之下,韩国和中国还有很多功夫要做 特别是处理家族企业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最后,中国加强了科技在救灾工作的应用 利用卫星和雷达来应对愈来愈频繁的极端天气 中国现在有超过900火卫星载轨运行 专门用来监察自然灾害和协助救援工作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话早报 泰宝自1973年出道以来 凭值其高手的新型和多变的演技 在超过250部电影中留下深刻印象 无论是惊悚片、喜剧、武俠大片还是独立电影 他都能够以专业态度投入每一个角色 从早期的江湖小混混到如今的获奖演员 他的演艺生涯充满变化和挑战 最近,他在纽约亚洲电影节上获得升亚洲终身成就奖 这是他首次访问纽约 泰宝回忆起自己17岁初入行时 从剧本监督到副导演 再到成为成龙的特技演员 这一路走来充满艰辛和学习 他在1980年代的拍摄节奏极为紧张 一年内拍摄多达12部电影 但他享受其中的乐趣 1984年 泰宝在《两种想尾的法律》中的表现 让他首次获得演技奖提名 但真正的转折点是1989年侯孝然导演的《悲情城市》 这部电影将他带入了全球电影的视野 2000年 他凭值台湾电影《混帐》 获得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2019年 他在杨耀恒的 叔叔 中饰演一位年迈的出租车司机 并在2020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上 获得最佳男主角 他通过观察同龄人来塑造角色 并在拍摄过程中从不观看监视戏 完全信任导演的指导 日经亚洲 东亚三大经济体的公司治理改革已经成为焦点 特别是在日本、韩国和中国 良好的公司治理应该包含适当的制衡和激励机制 以支持长期价值创造 同时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得到公平对待 日本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股票市场在经过34年的低迷后创下新高 部分原因是投资者对公司治理改革的乐观情绪 韩国也在今年2月推出了自己的改革 希望消除长期存在的韩国折旧 然而 中国的公司治理仍面临许多挑战 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治理复杂性和股东权益保护问题 尽管如此 东亚地区的监管机构正努力改进董事会的独立性和多样性 并推动公司实现长期价值创造 日本的公司治理代码至2015年建立以来 已经进行了多次修订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韩国则面临家族企业财阀的影响 这些财阀的复杂所有权结构和互所的商业关系 可能导致利益冲突 中国则需要更多具备相关业务专长的独立董事 以平衡董事会的权力 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应该继续鼓励公司建立 支持长期价值创造的企业文化和商业战略 南华早报 随着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频繁 中国正加大使用卫星和雷达等技术来应对灾害 救援工作 2008年四川地震的救援经验教训 促使中国在这方面做出改进 如今 中国拥有超过900火卫星载轨运行 用于监测自然灾害和协助救援工作 例如 湖南省洞庭湖的提霸缺口事件中 卫星技术被用来实时追踪降雨模式和洪水情况 尽管如此 专家认为中国仍需更多能够获取清晰图像的卫星 以及多元卫星数据的协同 以提高自然灾害监测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无人机也被用来减少洪水影响 例如在湖南的洪水中恢复通讯机站 新型天气雷达操作系统ROS3.0也已在北京及周边地区进行使用 旨在提高天气预警和降雨监测的准确性 专家认为 随着全球变暖 极端天气将变得更加频繁 中国应该利用其在高速铁路 公路网络和航天领域的经验来建设应对极端天气的基础设施 香港也需要加强在这方面的努力 包括早期预警和减灾措施的提升 南话早报报导 伦敦西部泰晤士河上的鰻鱼派岛 Yelpai Island 是一个如同时间凝固的神秘小岛 每年仅开放两到三次 这个私人岛序混合了南亚岛 1960年代 旧金山电部山和巴黎岛屋部的奇幻元素 每年6月或7月的两个周末 还有可能在12月的第三个周末 岛上会对外开放 让游客可以从大陆的特威克纳姆 经过一条1957年建成的狭窄行人桥进入岛上 参观当地艺术家的工作室 这些工作室包括画家 图艺家和版画家的创作空间 还有运作中的船厂 地上的干船 航海纪念品磨垃圾 路边雕塑 以及热带温大混合的丛林景观 即使在非开放日 游客也只能走到到中央的步道 但这条步道最终会在1971年被神秘火灾 《销唯的鲜鱼派倒酒店舊子》附近宗旨 这座酒店曾是英国最大的嬉皮公舌 并举办过滚石乐队、平黑、弗洛伊德、 瑞人乐队黄艾瑞黑、克莱普顿等音乐巨星的演出 如今这些音乐历史在特威克纳姆的鲜鱼派倒博物馆中得已纪念 《南话早报》报导 香港多个地区出现非法香烟广告帖子 三位区议员呼吁加强执法以清除这些广告 社区发展密博组织表示 最近两周收到的关于非法香烟宣传单张的投诉有所增加 这些单张在公屋区分发 沙田区议员梁家卫指出 这些广告帖子经常出现在公共场所 如巴士站、垃圾桶、救密中心的厕所和巴士及小巴的座位后面 他提到 这些广告帖子设计精美 包含美女图片和两个订购热线号码 并声称可以在全港 九龙和新界提供送货服务 还有免费样品和美女接听电话的宣传语 目的是吸引青少年 梁家卫表示 这些广告推销一群十包香烟 售价为350港元 比目前的烟草税还低 明显是非法香烟的广告 香港的烟草广告在印刷品 公共场所、电影或互联网上都是非法的 为者最高可被罚款5万港元 每天继续违法的还将被罚款1500港元 政府计划在明年年底前通过十项短期措施 以进一步降低城市的吸烟率 包括禁止调味香烟磨替代烟草产品的拥有权 美联社报道 亚洲股市周二涨跌回现 因美国股市在科技股反弹后 结束了连续三天的跌势 美国期货小幅下滑 油价变动不大 东京日经225指数基本持平 收于39,594.39点 中国市场下跌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0.9%至17,471.79点 上海终合指数下跌1.7%至2,915.37点 中国央行周一将两个关键利率下调十个基点 以放宽顺态、提振经济 但市场对此反应冷淡 认为需要更大规模的短期刺激措施 南韩COSB指数上涨0.4%至2,774.29点 澳大利亚SNPSS200指数上涨0.5%至7,971.10点 台湾加权指数上涨2.8% 台积电股价上涨4.3% 在曼谷,Z指数下跌1.1% 本周市场焦点张氏企业利润报告和美国经济增长数据 分析师预计,标普500指数成份股公司将交出至2021年底以来最强的季度利润增长 Algazera报道指,至2024年7月23日,俄乌战争已经持续879天 匈牙利和斯洛弗克要求欧盟委员会介入调解 因为几乎将俄罗斯的鲁克石油公司列入制裁名单 停止向这两个欧盟国家供应原油 匈牙利每年从这加俄罗斯最大的私营石油公司接收200万公吨石油 而斯洛弗克在2024年4月进口了价值约3.51亿美元的俄罗斯化石燃料 乌克兰国营能源公司Nephtegas计划在今年增加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 尽管俄罗斯的轰炸威胁持续存在 此外,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通过中国和香港运往俄罗斯的半导体和其他售限商品的数量 今年下降了五分之一 但香港仍然是全球制裁规备的热点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的铁路运营商MTR公司将在7月28日 为受4个车站服务暂停影响的乘客提供免费穿梭巴士 并部署1000名员工和实施人潮控制措施 这次是公司45年历史上首次大规模设备升级 目标是确保太子、黄角、油麻地和何文田 站在星期一恢复正常运作 MTR公司表示会在星期日向居民提供最新消息 并保障他们在星期一的安排不会措手不及 这次28小时的服务暂停市公司铁路资产维护计划 预计在2027年前花费650亿港元用于升级 设施和利用技术提高标准 乘客可以利用免费巴士服务和其他临时安排 而MTR公司环境告说 后来可能会有另一场服务中断 但具体时间取决于其他资产更新工作和延长线建设的进展 Nikej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旗舰零售平台淘宝将推出免费海外运送服务 以挑战跨境电商竞争对手Timi Walshine 这项计划将从8月3日开始 最初适用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南韩、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救物者 并在年底前扩展到其他亚洲市场 淘宝将承担退货运费 退货物品将被送回公司的海外仓库 而不是买家 这样可以降低海外销售的风险 淘宝的服装品类竞争力最强 拥有比其他平台更多的选择 这项新举措是淘宝今年最具战略性的变革之一 只在应对国内电商市场的激烈竞争 淘宝将补贴运费 商家只需将商品运送到淘宝在中国的仓库 阿里巴巴的物流部门菜料将处理盛下的大部分步骤 尽管这项免费运送服务主要针对海外华人 但淘宝仍在努力应对竞争对手 带来的市场份额下降和价格战 《蓝话早报》报导 香港的小学生在两年后将会在体育表现方面受到评分 并与学术成绩一起考虑 这是教育局的新提议的一部分 新方案将现有的常识科分拆成科学和人民学科 并强调爱国教育 在现行制度下 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会进行三轮考试 考试成绩会通报级教育局 并以38分制评分 中文 英文和数学各占9分 常识占6分 音乐占2分 美术占3分 体育目前不计分 但新的评分标准将包括体育占2分 中文 英文和数学将降致各占8分 科学和人民学科各占4分 音乐和美术各占2分 总分认为38分 新方案将于2025至26学年开始实施 并于2027至28学年全面实施 香港资助小学校长协会副主席陈淑仪校长表示 这次改革旨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并强调体育的重要性 《南话早报》报道 马来西亚疏邦在也的泰来大学 在成为世界级国际大学的追求中 取得了显著成果 该大学在2025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名第251位 这是其对学术严谨和全面教育的承诺的证明 过去7年来 泰来大学的排名不断提高 连续5年被评为东南亚顶尖斯立大学 毁裂全球前百分之一的大学之列 副校长兼校长巴里 温表示 泰来大学将继续致力于保持最高标准 并将其定位为世界级机构 泰来大学的泰来球 哲学强调平衡的社区 校友 行业伙伴和学者共同支持学生的愿望 计算机科学毕业生安纳马来 创立了一个名为Task Phase的A时间和团队管理应用 他认为泰来大学的课程框架 不仅提供了宝贵的知识 还促进了持久的网络 推动了应用的发展 安纳马来强调 《实践经验是成功的关键》 泰来大学的沉浸式课程 对Task Phase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卫报》 报道 巴黎人对奥运会的态度复杂 既有期待也有担忧 随着奥运性火传递 作者逐渐感受到一丝兴奋 但对于即将到来的日常生活干扰和后勤问题 许多巴黎人仍然心存疑慮 咖啡馆的酒吧女服务员拿塔利 认为巴黎人总是太悲观 而顾客强尼则担心奥运会会成为后勤噩梦 数学老师达米安对奥运会的票价和无加 可归者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 但他对巴黎在奥运会期间的基础 设施改进持乐观态度 巴黎的奥运会申办基于使用现有场地 并进行必要的翻身和升级 奥运会还推动了地铁的现代化 尽管并不完美 尽管担忧奥运会的碳足迹 作者认为在政治分裂的世界中 奥运会能够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学家估计 奥运会将为巴黎地区带来 90亿欧元的经济增长 尽管如此 作者认为 奥运会应该永久回到希腊举行 以解决一系列的临时性问题 并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南话早报报道 2024年巴黎奥运会羽毛球比赛中 香港的运商组合到海和黄振庭有望奪得奖牌 而大部分金牌预计会被中国队收入囊中 南韩的安勢应在女子丹打中 可能会对此构成威胁 而世界排名第一的丹麦选手 安赛龙则是男子丹打的位免冠军 值得关注的选手 还有美国的张培文 他在2023年泛美运动会中 奪得女子丹打金牌 成为美国自1992年 羽毛球成为奥运项目以来 最有希望奪得奖牌的选手 丹麦的安赛龙在东京奥运会上 奪得金牌 这次张是他第三次参加奥运会 中国的陈宇非则是女子丹打的位免冠军 并在巴黎资格赛中 仅次于南韩的安勢应 美国的运商组合 Vincent Chiu和Jenny 在泛美运动会中取得资格 但要奪得奖牌 仍需克服重重困难 此外 西班牙的Poblo O'Bian 和瓜地马拉的Kevin Corden 张是第三和第四位 参加五届奥运会的选手 然而他们都尚未获得过奖牌 首次参加奥运与无求比赛的国家 环有萨尔雅多 哈萨赫斯坦和尼泊尔 比赛将于7月27日开始 混商同牌和金牌赛定于8月2日 女子相打于8月3日 男子相打于8月4日 男子和女子单打于8月5日 南话早报报导 香港警方逮捕了5名内地访客 他们涉嫌出售超级巨星 郑寿民以受庆演唱会的高仿假票 警方表示 这些假票复制了真票的多种安全特征 包括指张质量、字体、水印 二维码和防疫标签 九龙城区刑事调查队的总督察 陈海亮指出 不同受害者手中的假票上 任有相同的座位号码 由于仿制技术高超 诈骗者甚至提供面对面交易和现场验票 以获取受害者的信任 警方在接到多名受害者的报告后展开调查 这些受害者在网上或演出场地外 以现金或电子转账方式购买了假票 当他们尝试进入场地时 才被告支票无效 经过深入调查 警方上周五在红磡香港体育馆外 逮捕了五名年龄在34至46岁之间的男子 他们涉嫌向三名受害者出售了八张假票 涉案金额约为港币八千元 警方提醒公众 购买非官方渠道的票务活动需谨慎 以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 《南话早报》报导 中国顶级企业今年预金以筹集了 创纪录的140亿美元离岸可转换债券 这是因为他们在利率高企的情况下 多元化未来的资金需求 根据LSEG的数据 中国内地的离岸可转换债券 占全球交易的22% 其中阿里巴巴集团在5月筹集了50亿美元 平安保险上周完成了35亿美元的交易 与2023年同期仅筹集8.293亿美元相比 今年中国的筹资额增长了1588% 这一增长级交易者带来了 对资本市场活动开始回升的希望 特别是在香港 IPO活动达到15年来的最低点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全球资本市场联席主管 Saurab Dinekar表示 市场通常是由大宗交易 初级股权和可转换债券领先开放 最后财市IPO 在过去两年中 我们并未看到任何产品的活动 国际投资者对投资香港和中国缺乏信心 然而 过去三个月来 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的兴趣有所回升 他们希望了解中国的情况 全球范围内 2024年已发行了642亿美元的可转换债券 除了中国 亚洲地区的日本交易价值也增长了486.2% 投资者购买可转换债券是因为他们提供了股权增值的前景 同时还支付票息 如果选择不转换成股票 则在到期时反还本金 美国银行最近将其全年全球可转换债券发行预测上条了11% 预计2024年将有高达1,100亿美元的交易 南话早报 1994年7月23日 香港坚尼地城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山泥倾射 导致三人丧生 其中包括一名男子和他的9岁女儿 事发当晚 一座位于坚尼地城市美菲露的大型屋苑 官农楼的党土墙突然倒塌 泥石楼涌致人行道 造成严重伤亡 消防和救援人员立即疏散了 官农楼的2000户家庭 担心整座大厦可能会倒塌 这场灾难发生在连续48小时的暴雨之后 香港遭遇了20年来最猛烈的风暴 导致全城陷入瘫痪 当时 黑色暴雨警告系统首次启动 政府呼吁居民避难 并设立了31个紧急避难所 这场灾难不仅影响了香港 也波及了南中国和澳门 造成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 摧毁了农作物 道路 房屋和车辆 南话早报 香港近年来通过精心策划的举措 成功打造成为全球艺术中心 吸引了大量顶级画廊 拍卖行 博物馆和户外装置艺术 西九文化区成为国际焦点 拥有香港故宫博物馆 M家当代艺术博物馆和戏曲中心等标志性设施 吸引了全球艺术家 爱好者和收藏家的目光 香港的地理优势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使其成为艺术市场的重要枢纽 瑞士现代艺术画廊豪塞浴师 Hauser & Worth 在2018年于香港开设了永久空间 并于今年一月迁至中环更大的场地 该画廊的管理合伙人郭仁仁表示 香港的艺术市场增长迅速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收藏家 豪塞浴师举办的展览和活动 如美国概念艺术家格伦 理工 Glan Legon的个展 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全球艺术市场的一部分 南话早报 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 香港乒乓球男子双打组合李正和高麗 习为香港赢得了第二枚奥运奖牌 他们回忆说 最难忘的时刻是半决赛 击败俄罗斯组合 确保了奖牌 高麗澤表示 在第六局6-6平时 他大胆进攻 最终以4-2获胜 这场胜利让他们站上了奥运班奖台 李正回忆说 当时腿在发抖 但高麗澤的鼓励让他重拾信心 在决赛中 他们面对中国组合马林和尘 最终以4-2落败 获得银牌 李正认为 如果他们能保持半决赛的心态 结果可能会不同 高麗澤也表示 如果能重赛 并拥有今天的心态和知识 他们可能有机会赢得金牌 南话早报 内地的共享出行经济对香港来说是一个警示 不者亲身驾驶过的士 深知的士司机的工作环境和乘客的需求 虽然香港的的士服务确实需要改善 但无条件放行共享出行服务并不可取 Uber的最大问题在于其不透明的定价机制 这种模式根据需求调整价格以最大化利润 导致低需求时期价格低于的士 形成不公平竞争 共享出行服务作为一种公共服务 若要合法化 其定价和佣金率必须受到监管 不能任由企业以商业利益行事 否则会严重影响司机收入 内地的情况更为严峻 供应过程的情况已经出现 司机的收入并不理想 甚至有司机为了折省开支而停止使用空调 香港的失业率长期处于低水平 发放过多牌照会导致供应过程 影响服务质量 共享出行司机应该取得商业驾驶执照 以提高道路安全和地理知识 避免意外发生 南话早报 香港股市在投资者尋求中国政策支持的情况下持续徘徊 恒生指数在早上10.50分几乎未变 报17622.02点 而恒生科技指数下跌1% 上证中只回落0.4% 比亚迪因巴菲特减持股份下跌1.9% 至241.40港元 市场对中国政策制定者的刺激措施抱有很高期望 尤其是在上周结束的政策会以后 中国央行以外降息 表明北京有意加大支持力度 未来几个季度可能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释放约2万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 中国还批准了7月1805个游戏许可 显示监管机构可能撤回了限制游戏支出的提案 这对游戏行业是个利好消息 其他主要亚洲市场交易情况较好 日本日经225指数上升0.5% 韩国COSB指数上涨0.2% 澳洲S NPSS200指数增加0.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道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colon6duelbrief.com 你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道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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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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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